辞职之前呢 是做到了这个产品中间的位置 然后一年大概是多到六十左右吧 二十九零年大 第三岁嘛 我后媳妇都是之前做不良的工作 因为我一直在担心啊 因为到了三十岁 在互联网里就很难再去往上走 或者说再去换薪资项持平的一个工作 一个人年龄跟不上了 在一个自己的水平也确实只到这 去年吧 然后有这么个契机 就靠长了三个月的项目 用了两个月时间去宣职 然后去年年底就开了这么家小店 现在是全职在这个店里做 可能更希望你是去上班的 而不是去开饭店的 他们知道开饭店很辛苦很累 你就包括向我媳妇写那个文章 孔一级他偷不下他的上山 是因为他的面子 博人面子这是一方面 很多人没有勇气去改变心 博士之前从脑力劳动 跨上到脑力加体力劳动 这个参业 觉得就是很多人就没有跨出这一步的勇气 消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